美国联邦储备局发出强烈声息讯号 加剧新兴市场货币震荡 令吉对美元汇率更是跌至4.33水平 写下了2020年5月以来新低 所幸我国出口持续增长 维持强劲的外部地位 加上有稳健的经济基本面来支撑 财政部依然是乐观应对 被认为种种利好的因素 足以缓冲令吉贬值带来的冲击 美联储释出强烈声息讯号 预告下个月有可能会一口气加息 50个基点应对通货膨胀 瞬间搅动各国货币表现 星期五令吉对美元汇率下跌至4.325水平 是2020年5月以来的新低点 财政部坦言国际市场一举一动 确实牵动着马币起伏 特别是中国身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人民币走扁的确对马币带来一定冲击 只是财政部依然乐观应对 并认为我国无论是在出口 通膨预期 甚至货币政策和令吉伸缩性 都占上风 足以缓冲马币贬值带来的冲击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我国日均境内外汇交易量为126亿美元 同比去年的113亿美元又明显上升 平均波动也从去年的4.6% 下跌到今年的3.9% 同时受惠于政府的燃油和粮食津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国的通膨预期 比起其他的东盟国家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以上因素显示 即便面对种种下行压力 我国经济依旧稳步增长 基本面保持强稳 当然国家银行也会确保 我国拥有充足的储备货币 监督国内外汇市场流畅运作 以协助企业更有把握执行贸易和投资交易